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这是个问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月下独卓 我对酒当歌 问天何时了 二 爱情里谁在追谁 猜不透的心思纠葛 三时间的沙漏 谁在偷天杀 日子为何消逝得如此匆忙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月下独卓 我对酒当歌 问天何时了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古代的夜猫子 唐代诗人李白 这位诗仙不仅作诗如神 喝酒也是一绝 他的诗月下独卓 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对酒当歌 问天何时了 这不仅是一句诗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对于时间流逝的哲学思考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李白生活在唐朝 那是一个诗歌极为发达的时代 人们对诗的热爱 就像今天的年轻人 对于社交媒体的热衷 李白的诗 就像是那个时代的网红博文 流传甚广 人人皆知 当李白提笔 写下我对酒当歌 他其实是在说 看我这个孤独的才子 没有朋友陪伴 只能跟酒来场深夜对话 这种情景 如果放在现代 就像是一个人在家里 点了一大桌外卖 打开Netflix 准备来个电影马拉松 而问天何时了 这句话 李白可能是在问 老天爷呀 现在几点了 当然 他没有手机 也没有手表 只能抬头问天 但这里面 其实隐含 助对时间流逝的感慨 他可能在想 我这一生 不知不觉间 已经过去了多少年 我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这样潇洒地 对酒当歌 这种感慨 对于我们这些 被期末考试 论文截止日期和学术 会议摧残的 现代人来说 也许会有所功名 我们经常在深夜加班 或者准备考试时 抬头看看窗外的月亮 心里默默问 现在几点了 我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完成这一切 所以 同学们 当你们在深夜读自家班 或学习时 不妨想想李白 也许你可以对着你的咖啡 或能量饮料 唱上一曲 问问天空 现在何时了 这不仅是 对时间的一种询问 也是对生活的一种享受 毕竟 就像李白那样 我们每个人 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对酒当歌 失忆地活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情里 谁在追谁 猜不透的心思纠葛 在爱情的古老戏剧中 追逐的游戏 犹如一场 精心编排的舞蹈 参与者时而引领 时而跟随 让旁观者也不禁猜测住 下一步会是什么 这场游戏中 谁在追谁 这个问题 常常比解 开古埃及法老的密码 还要复杂 想象一下 如果爱情是一场棋局 男女主角 就是那些 行走蹒跚的棋子 男方可能像一个 勇猛的骑士 准备越过障碍去 俘获心上人的芳心 女方则可能如同 一位机智的皇后 精心策划每一步 让对方不知不觉地 落入他设下的陷阱 然而 这场游戏的规则 是如此的模糊不清 以至于有时候 连骑手自己都不确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 在这场爱情的迷宫中 有时候 男方会装作不在乎 以为这样 可以激起女方的追求欲望 她可能会发送 一些微妙的信号 比如偶尔的微笑 意味深长的眼神交流 或者是故意地 不回信息 来是探对方的反应 女方在这场游戏中 也不遑多让 她可能会用一种 看似漫不经心的态度 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 同时用一些巧妙的方式 来吸引男方的注意力 这种猜不透的心思纠葛 有时候 会让人想起 中世纪的宫廷 爱情故事 那时候的恋人们 透过诗歌 秘密信件 和隐喻充满的对话 来表达爱意 在这些故事中 爱情常常被描绘成 一种高尚 而又神秘的情感 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试炼 和挑战 来证明其真实性 当然 现代爱情 也有它的独特之处 在社交媒体 和及时通讯的时代 追求者们 有了更多的工具 来发送信号 但这也使得解读 这些信号 变得更加复杂 一个赞 一个表情符号 甚至是在现状态的变化 都可能成为分析 对方意图的线索 总之 爱情中的追逐游戏 是一个永恒的谜题 每对恋人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答 有时候 这场游戏 充满了欢笑和喜悦 有时候 则是泪水和失望 但不管结果如何 这场游戏 本身就是人类经历中 最迷人 最令人着迷的一部分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对恋人 在这场爱情的 齐聚宗教禁时 不妨微笑周想一想 这不过是 古老爱情故事的 现代版演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时间的沙漏 谁在偷天上 日子为何消逝得 如此匆忙 各位亲爱的时间旅行者 欢迎来到这场 关于时间流逝之谜的 探索之旅 我是那位专门研究 时间沙漏的教授 今天我要和大家 分享一个秘密 时间的沙漏 究竟是谁在偷偷添沙 让我们的日子 消逝得如此匆忙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的解释 时间本身是一种 连续不断的凉度 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感受 而加速或减慢 然而 我们的大脑 对于时间的感知 却是相当主观的 当我们年轻时 每一年都充满了 新鲜的精力和学习 这些丰富的信息 让时间似乎过得很慢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日常 变得越来越重负 新鲜感减少 大脑就会觉得时间 过得飞快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时间是一位老顽童 他喜欢捉弄我们 当你在等待 微波炉里的爆米花时 时间老人就偷偷按下 慢动作键 让一分钟感 绝像是十分钟 而当你在享受 假期的时候 他却偷偷按下快进键 让一周的假期转瞬即逝 但是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偷天杀的真正嫌疑犯 那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绝对是主要嫌疑人 智能手机 社交媒体 电子邮件 这些都是时间杀漏里的额外杀力 他们不断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浪费时间 而当我们抬头一看 又是一天过去了 那么 我们该如何对抗这个时间小偷呢 答案很简单 意识 当我们意识到时间的宝贵 并且开始有意 使得安排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掌控时间 设定目标 规划休息 深入投入 我们真正热爱的活动 这些都能帮助我们让时间慢下来 享受每一粒沙漏中的沙力 所以 亲爱的时间旅行者们 下次当你感觉时间在偷偷溜走时 不妨停下来 深呼吸 然后问问自己 我今天要如何充分利用我的时间 记住 时间沙漏的每一粒沙都是宝贵的 他们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时间流逝的哲学思考 爱情追逐游戏和时间杀戮的秘密 我希望你们在这场旅程中有所收获 对时间的价值和运用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不管是李白的月下独卓 还是爱情中的心思纠葛 亦或是时间的匆忙流逝 它们都反映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思考和追求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 我们总是被各种事物所牵引 而有时候也会迷失自我 但是 只要我们能对时间保持警觉 并且懂得如何适应和利用它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 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平衡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留下你们的想法和提问 你对于时间流逝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在爱情追逐游戏中有什么独到的体悟 你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贵时间 让我们一起交流 分享彼此的想法和经验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与你们下次的相聚 记得 让我们都能够像李白一样 对九当歌 失忆地活着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节目的频道